戴资颖 欧新社第三局 第三局开局陈宇飞这局判断失误 以及击球过场等偏多 让戴资颖以11比4暂时领先 接住陈宇飞拿一分后 戴资颖连拿分数 不让对手有机会 最后就以21比9获胜 请继续往下阅读 戴资颖封后 陈宇飞 左 夺亚军 法新社 第二局 第二局小戴开局连拿6分 不过陈宇飞开始追分 追至10点10分 戴资颖先拿到第11分 不过又失误多 让双方战成13点13分 戴资颖及时稳定 以21点15分拿下第二局 第一局开赛两方互有来往 小戴失误多 暂时以8点11分 戴资颖一度落后4分 之后小戴追成13点13分 接住双方互有攻势 小戴一度有20点19分的领先 但之后失误多 让陈宇飞以23点21分拿下第一局 赛前报道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印尼羽球公开赛决赛 世界球后戴资颖将对上中国女将陈宇飞 挑战将个人连胜记录网上推高至29连胜 目标直直五连关 过去两人八次碰头 戴资颖都获胜 相关请见 羽球对战记录吃死陈宇飞 戴资颖金下午3点印尼争观 超级1000印尼羽球公开赛28连胜创新高 戴资颖金叛五连关